今天是大年初三 大批市民去到沙田车工廟祈福 祈求新的一年可以风调雨迅 世界和平 高祖二去看 每年年初三 沙田车工廟都香火鼎盛 大批善信赤口不去拜年 改来这一道祈福 不赤口嘛 所以又要来北洋宾 就不想大家有咬嚼 入到车工廟先击鼓 再转转风车 祈求全年风调雨迅 逼得这么辛苦 为的是上炷香 乡议局主席刘黄发 为香港求得之中签 哲民求的又是些什么呢 身体健康七日平安 最重要客家平安 世界和平都华乐 大家和平就好了 平平安安安安落落 希望学业进步 除此之外呢 希望妈妈身体好些 中国的传统习族 赤口当日特别容易 和人发生争拗 为了避免新年流流 和人吵架收场 不少人都会选择 不去拜年来车工廟这一道 转车风车 祈求新一年时事顺利 整天人头涌涌 车工廟外的当主就最开心 无论是风车 还是赫年生物 生意都不错 来货价都贵了 我说三成 但当然不可以将全部的 加价转价给消费者 可能加少少 因为这些很多都是国内入货 或者国内製造的 可能人民币升值 那些因素会令到它贵 赤口庙外的摊档市场 会开放至农历年十五的元宵节 亚洲电视记者高祖怡报道